生活这里是由圣语家坊冠名播出的 时拉运转之美食地图 我是您的好朋友圆圆 这天其实越来越冷了 那吃火锅呢就成为大家在这个冬季的首选 可是现在街面上的那种火锅店 大大小小各有各的特色 在选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麻烦 那圆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一家非常有特色的火锅店 那我之前已经去品尝过的 我觉得真的是相当有特色 而且这个名字就很吸引你 它叫温泉火锅 诶 温泉火锅 难道是一边泡汤一边吃火锅吗 都不是 这会儿就带着你 你看你看 那在这儿楼下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游乐场 所以如果你是家长 带小朋友来玩的话 就是可以玩一下 然后再去吃好吃的温泉火锅 看到了吗 这就是游乐场 所以我就说来宝龙 除了逛街可以带着孩子来这边玩 稍待着 这个逛累了 你就可以到前面这家店里面去坐坐看 温泉火锅就在前面 我想问周峰我们为什么叫温泉火锅 你看火锅有那么多名字 麻辣火锅 鱼头火锅 铜骨火锅 为什么我们叫温泉火锅 实际上它有区别于传统的火锅的加热方式 所以的话我们比较感性地把它称之为温泉火锅 它并不是跟传统的火锅一样 用电磁炉或者用明火来对火锅进行加热 它是用蒸汽直接对食物进行加热 哇就是蒸汽是吗 我们先看一看好不好 究竟怎么样一个蒸汽加热法 哇好特别哦 看到了 哇这是锅底有蒸汽 其实就可以说你的整个火锅 其实你在品尝的时候是你的火锅在洗温泉 小丸子你在哪里 我想应该煮熟了 我就是对它的颜色很好奇 它是粉红色的 可是呢 他们老板就说绝对是纯天然 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色素 他说吃起来会特别不一样 我尝尝看到底是什么味道 光看到它红润的模样 我已经非常有食欲了 好烫 天哪 哈密瓜的味道 怎么会出现在丸子里 到底是怎么做的很感兴趣对不对 就哈密瓜的味道非常的足 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添加剂 不然那味道不会这么清新 那这会带着大家去后厨看看好不好 哇我一直觉得做点心的师傅 都应该是那种很结实很壮的 你知道吗 结果一看到一个小小的小男生在做点心 怪不得做的那么小巧 那你告诉我们这个点心 为什么里面要加上那么多的果汁 因为一吃了 有那种营养嘛 真的 加水果进去 你也是觉得吃火锅里面 加补充一些维生素会更好 对不对 对对 那制作方法会难吗 不然很简单的 这个小巧很简单的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 一起来学一学 首先我们要准备的是什么 哈密瓜汤圆 哈密瓜汤圆哦 你肯定没吃过水果味的 嗯 今天就是这个哈密瓜了 你要稍微处理一下 就这个季节的哈密瓜也是特别的甜 所以呢 你可以买上一个 选一部分出来 来来来做这个哈密瓜汤圆 又特色 好这个就是初步加工的 这个糯米粉了 就是把果汁直接加进去 对 好我们先加进去 哇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就可以变成 这么漂亮的粉红色吗 对对 我们在家里面做 为什么都没有想到 另外一个我就觉得 整个店里面用到的 这个哈密瓜汤圆 都特别的真材实料 是因为直接加了哈密瓜汁进去 并不是加香精 所以它就很香 口口 好 搅成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吗 就是搅成这样子 就是很松软的时候 哇 好像笑皮泥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把它包 放在里面 好 包起来 对 把哈密瓜包起来 好 好